接前面 李志兄弟跟杨德成 恶斗一场啊 大获悬上 搂死了一个 然后六月份呢 把这两伙人都给抓了 把一份开始 当地警方就 搜集证据 用了整整两年时间 1995年八月份 搜集的差不多了 并且呢 还有更大的收获 发现了兰州 有两个最大的流氓团伙 一个是李志的 共有40多人 另一个呢 就是咱们前面讲过 那个田公子嘛 他的天地是那个省委大员 李志最开始跟他混的啊 那个嘛 他的团伙有30多人 就是被李志给后浪了 两个团伙一共是涉嫌20几个案子 基本上吧 都是打架斗 还有那个故意伤害 重伤一人 死亡两人 官方没说细节 就是给他们都放在一起了 在这二几个案子里面 有13个是被正式立案的 李志团伙是7个 小田他们是6个 因为这两个团伙领头的人 那你看都是崖内级别的嘛 所以呢 警方内部也是十分的谨慎 确认无误之后 于8月4号 正式向兰州检察院提醒逮捕 可是到了10月10号 检察院给推了回来 证据不足 情节不清 要求补充侦厂 那到底有哪些不足的证据呢 是吧 官方呢 给列出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什么 就上面写着 是某年某月某时许 这个许 这个字啊 许是什么 人家说的是 你这属于模糊范围 你不清楚 你怎么能是许呢 到底几点呢 说真的 你这个理由 你确实是难以扶重的 你说 晚上9点许 那就是9点多钟 卖是不是啊 差不多9点多一点 那个样子 那谁还能跟你 拿出来说是 8点52分43秒啊 或者9点01分37秒 对不对 另一个例子是什么 李治他们的团伙 有一起伤害啊 是用刀砍的人 但是呢 这个刀子 能有少少 这就属于什么 属于物证缺失 也是证据不足 那没办法 警方呢 只能再次侦查 经过40天之后 11月21号 补充了证据 再次提醒逮捕吗 结果怎么样 不但前面 那14个问题不通过 反而还多了一个 你就是 我们就查出了一个 上次给漏了 你这概念 然后呢 就再次侦查吧 1990年1月15号 第三次提请逮捕 结果呢 时辰大海 没有回音 到了6月份 检察院 就给退了回来了 官方对于理由啊 用了这段话 就给出这么一段话 就是检察院给出的这个问题 刁钻古怪 不属于证据范围 没办法 那咱就不懂了 咱也不猜 没意义 反正就是检察院 鸡蛋里挑骨头 硬是给你拦了下来 死活 不批准的逮捕 可问题是 李治他们都抓起来好几年了 你这 你是放人 还是继续关呢 那当然得放人了 因为96年 国家出了一个规定 对于在押人员 时间最长 不得超过一年 所以这些人 基本上 他全都得给放了 区别是什么呢 最大的区别是 杨德昌 没有放 按理说 你说李杰 他们应该这是 喜满意足了吧 你这 还叫啥自行车 是不是 但是呢 李杰这人 他是怎么的 他就是脾气暴虐 不把对方给你整死 他就难受 可是 杨德昌 他目前是关押在西顾看守所里面 在看守所里头 你怎么整死的 是吧 俗话不是说了吗 杀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就是让他心甘情愿的 自己去死 学名叫自杀 然后这个套路就来了 虽然说李杰 他这人的头脑一直不怎么样 但是呢 这次他玩的是绝对厉害的 他给杨德昌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呢 我给大家念一念 我给打出来了 信的内容就这样 只是我打出来的 原本就是 我还拍了那一段视频 这个是白鸽扮演的杨德昌 我念信 然后你再看 杨德昌在这看信 然后大家看看什么感觉 杨德昌就是在 那个洗手间里头 他看着 他不可能光明正大看 他跑去洗手间看着 给了一封信 他觉得这是啥好事呢 结果是这么一封信 好的 咱们看一看 这李杰怎么给他写的 杨德昌 我告诉你 我已经出来了 我庄严的告诉你 我和你永远没完 不杀了你 我是不罢休 我绝对是说到做到 不信 你就等着 不过呢 也不用等我来杀你 法院会判你死刑了 你和我作对 那就等于拿鸡蛋 往石头上碰 我们不但手下的人比你多 我父亲的职位 你也是知道的 太自不量力了 是不是 你凭什么跟我对抗呢 你也知道 咱们共同打仗 差不多是一起被抓的 打死了你们的人 可我为什么放出来了 而你还在里面蹲着 这就很说明问题 我父亲已经从法院那块打听牢了啊 你肯定会判死刑 我有个让我父亲给法院去说去 我父亲有能力给我抹平重罪 当然也能给你判重罪 不信呢 你看着吧 你只有去死 自杀还好一些 否则不是法院枪毙你 就是我永远也不放过你 法院不杀你 我也会杀了你 我可是二进宫的人 我说到做到 你看着办吧 你永远的敌人 李洁 1997年5月10号 先放在这儿 这只是他的那个信啊 一会儿还有一书呢 就这么一封信呢 然后他就自杀了 我们作为外人看了的话 你觉得好像没那么吓人 是不是 但是你在杨德昌 他的立场上 感觉就不一样了 他深刻的知道 李洁是什么样的人 知道他脾气 也知道他的背景 李洁作为社会大哥 既然敢放这个话出来 就不可能不做啊 跟你网上那些喷的 他不是一个概念 你随便喷 我要整死你 杀你 过会就拉倒了 是不是 5月10号写的信 到他手里什么时间 就不知道了 反正吧 就是李洁 他找看守所的人 把这信就递给了杨德昌 然而呢 最神奇的是什么 官方发布的信息是 杨德昌于5月30号留下了遗书 然后上吊自杀 尸体在5月21号被发现了 那只能说是写错了 要么是5月20号写遗书 21号尸体被发现了 要么就是5月30号写遗书 然后31号被发现了 因为吧 5月份他有31号 所以说这段信息就只能这么处理了 遗书怎么写的呢 还得给大家简单的读一读 他这个 这遗书写的那是非常简单的 不太多 可能他那个口才 也一般没有那个理解这么啥 这就是杨德昌留下的 我今年38 家里有老婆孩子 我100个不想死 可是倒霉 我遇到了险恶的朋友 他们就是李志和李杰 像魔鬼一样缠着我 他们家的背景太强大了 我根本就斗不过 如果我不死 我全家都得死 没办法 在杨间我弄不过他们 你等去了阴间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我相信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遭到 报应的 这就是他的遗书原文 非常简单 他写的就是这样 他没有揭露什么黑幕 只是点明了 就是自己压力太大 被迫自杀 同时 他还留下了另外一封信 这个就是给监狱方 洗清责任的 大概就是 跟大家就大概一说 开头就是 各种领导 各种好 我郑重申明 本次去死 绝对属于个人的自杀行为 跟看守的警卫是没有一点关系的 他还写明自己是怎么死的 就是他自杀用的那个绳子啊 是我把这衣服给那个撕开 然后我拧成了绳子 还告诉我 我这个办法 你们是是防不住他 我这么着 你怎么防 你怎么你给我穿衣服 你给我穿裤头 我也能给他给整个绳子 所以说呢 我这么做 那个看管方 他们不存在管理上的漏洞 然后他在那个 25号建设 是在那个窗户上 不有那个钢筋吗 这小窗户上有那个钢筋 他把绳子吊在顶上去 然后把自己拨了一台 就成功上吊自杀 第二天被发现的时候 负责管理的那几个预警 那当时 吓完了 他们以为这肯定要担责任了 结果看到三封信之后 哎呀 这些王家那是悲喜交将 当这领导里面 有个小伙特别激动的说 杨德昌 你真是够野没有啊 我个人跟你捐二十块钱 接着别的人 有人还捐三百呢 这点钱干嘛 又是当给他那个家属了 随后吧 这几封信啊 跟你讲是被复印了好几份的 好几个单位那个备份留党的 我这还有一份 只能以后再说 现在没什么办法啊 医书怎么写 这都是没有证据的 你况且里面也没有写具体的犯罪行为啊 他只是说 我惧怕李家有后台 我怕他杀死我 好吧 然后我自杀 你这怎么算啊 你自杀嘛 对吧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说啊 杨德昌他能被李洁的一封信给你吓死 这足以说明什么啊 就他 杨德昌他不是一个亡命之徒 他也早知道 没法跟李洁他们去斗 是不是 这是我们可以确认的 那么他带人去报复李洁 消息被人透露出去 这个行为 是他特意安排的这种可能性啊 就是很大了 对吧 可但是 李洁和李志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技巧 以李志的想法是什么呢 咱们就是埋伏兵马 反杀他一下就OK了 而李洁就不一样了 他的报复是什么 你要跟我斗 那我就要你死 你不死 那说明我是不好使 我说话不好使 是不是 就这给你 如果杨德昌不死的话 李洁就会有事没事的想起来他 他就会越想越生气 不整死他 他自己就难受 他就这么一个人 他们兄弟俩啊 搞出来那么多事情 自身呢 都是安然无恙 几乎在当地啊 没有人不知道他们李家的实力了 放出来之后 李志呢 高调结婚 之前他是有老婆的 但是因为关押期间嘛 他老婆跟人跑了 那小子 那小子是姓董 他是李志的一个好朋友 就指着他姓董 具体是谁 咱不清楚啊 按照江湖规矩来讲 你说你这个炮大嫂 你就大忌啊 是不是 可是李志出来之后呢 他找到了小董 刚开始的时候 跟他那非常的严肃 那把那哥们吓鼓呛啊 随后李志轻松跟他说 咱们亮清了 我不计较 再一扭条 他又跟他那前妻嘛 前妻又跟他说 说 祝你们以后幸福 晚后人起床就走人 灰灰手不代表 不带走一片云彩 就这概念 据说呀 他这个事 在黑道上被传为佳话 大家都夸赞了李志 说 哎呀 有肚量 有气魄 而那个女的呢 就是感到特别的内疚 她有肚量吧 是一方面 而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目前 她有了新的女人 这个女的是天水人 她也是个二婚 是在那个兰厨饭店 当服务员的 具体怎么认识的 就不清楚了 估计是李志 长期包房间的时候 你看 那女的 她是叫小林 她是在这个 当服务员 是吗 来打扫房间 然后要个毛巾之类的 接触实验场了 两个人就产生了 爱情的火花 婚礼是定在了 1997年的10月1号 双喜临门 这只是一方面 另外你想啊 国庆期间 基本都是放假 那时候吧 还不流行旅游呢 大家都有时间 来参加婚礼的人 肯定是最多的 起码这个场面热闹啊 那么毫无疑问 必然是大操大碗 你无论是黑道还是白道啊 在所有宴请的宾客里面 有一个群体 那是最尴尬的 就是什么 当地的公安系统 特别是之前办了 李治他们案子的那些刑警 你说之前吧 你给人大大小小的抓起来 关了后几年 然后你没招放了 接着把人家办婚礼 你去还是不去 9月底的一天 兰州公安局老大 以及五六个副局长 还有什么刑警队呀 治安大队 预审处 看守所 几乎警方的所有部门 都收到了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来凤的请见 欢迎你们去参加 李治的结婚典礼 你这下把所有人 都干蒙圈了 没人敢说不去 也没人敢说去 然后多个部门 这小领导 他们就一起 找那个市局大领导 征求意见 去不去啊 最终吧 领导是拍板 不去 那是不可以的 面子总是要给嘛 那以后你这业务不合作了 是不是啊 去吧 低调一点 把这个面子混过去就行了 大家没话说 那就去 反正嘛 咱这是给检察长面子 至于李治 我顶多就给你点个头 我一丝一丝扎的 我不是看你面子 是看你爹老李 于是呢 10月1号上午11点 所有人都是如鱼而至 到了兰州最豪华的金城宾馆 当时要最豪华的 就这个宾馆 婚礼准时开始 李治自然是春风得意 彬彬有礼的享受着人生的美好时刻 那场面呢 其实跟别人的没什么区别 大家都能想象出来 只不过就是人比较多而已 所有宾客大概在100桌以内 检察院和法院的人差不多是有178桌吧 另一边公安系统的人呢 整整是坐了6桌 大概就是六七十人左右吧 公安的人就六七十人 你不用说别的 就这个场面 黑白两道可都凑齐了 最起码你看我 我看你 这是混个脸熟 你公监法肯定坐一张桌 是不是啊 你以后要是仿着谁啊 还是抓谁啊 就不陌生了 对不对 主持人吧 是李治他在法院的一个朋友 热闹一番之后呢 这个婚礼最后一项是什么 就是李来凤发言 这些吧 咱都不表 他讲完之后呢 就是宴席开始 用东北话来说就是开楼 然后李来凤他端着酒杯 从领导开始敬酒 一圈下来之后 就到了兰州公安局刑警队 他们这张桌 李来凤什么人呢 副省级的大员过来敬酒啊 这些警察不敢怠慢 赶紧起身相应 李检察 李检察长你好 老李微笑着说 大家都坐下 我有话要说 往那块一坐嘛 李来凤呢 继续保持微笑 首先感谢你们 能在百忙之中赏脸 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 哎呀 那大家一听赶紧客气 是是是 不料 楼里脸色趴去一遍 但是我要批评你们呢 你们参加了我儿子的婚礼 这可是丧失原则的问题 嗯 哎呦 大家马上觉得不对劲 人家接着说 我的儿子 被你们秘密调查了三年 三年都给报给检察院 我给挡了 所以才没有被你们给抓走 现在变成好人了 今天又结婚了 别人很尴尬 老李爷说 可是你们明知道 他是黑恶分子 又一起来参加他的婚礼 这不等于说明 你们和黑帮 同流合污了吗 我靠你这么说的话 那你这别人真没面子 哎可问题是 你没面子了 你又能怎么样呢 是不是 忍着呗 于是啊 桌上一个小领导 赶紧就起来打员场 那个李检察长啊 高兴多喝点酒 来兄弟们 咱敬一杯 李来凤子那一杯 我没醉 我今天之所以叫你们过来 我就想说这个话 怎么的 是不是啊 摆明了 就是不给你们面子的 别人还是没成 完后李来凤子在那块 提高音调啊 对着全体警察大声的说 你们不是说 我是黑社会的后台吗 我承认 我就是我儿子的后台 是黑社会的后台 我就看你们能怎么样 再次公开指明 不但不给你面子 我还啪啪的打你们脸 能耐不合呀 依旧没人自生 接着那李来凤 哈哈大笑 一扬伯伯 干杯走人 那么这一套举动啊 肯定是有的警察就受不了 太丢人了 行 惹不起是不是 咱躲得起 回家 能转身离开的 我跟你讲 那都是小兵啊 职位高一点的 没人感动 其中几个副局长啊 在那会儿就是 哎呀 坐也不适 走也不行 然后他们只能 这几个人 互相在那会儿找台阶 哎呀 这李检察长高兴啊 喝多了 是是是 喝多了 咱俩喝一个 就这个 可是李来凤啊 他又把那个 就回来了 把那个酒杯都拿过 听说了吗 光当月转 谁说我罪了啊 在这边说呢 我都听见了啊 我明确的告你们 只要有我在 你们谁想 谁也别想 把我儿子给抓走 你们都听没听见 就这么说的啊 结果是 你这下子 就没人再敢说话了 都在那会儿 反正坐着 哎呀 我就不是事 哎咋的 你耍耍耍 就这样 刚才咱们说了 这是李治他的婚礼现场 那可什么人都有啊 你说他爹李来 表演的这一幕 会对外界 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就是李家位高权重 背景太强大了 根本惹不起 这位后来李治他们兄弟 撒会开足 那是提供了强大的底气啊 否则你说李杰啊 他后来得谁杀谁 他哪来的那么大勇气 是不是啊 现在吧 我们就得回头说一说 李杰他到底是怎么放出来了 他和二弟李治 伏击杨德昌王 这个事毕竟发生了 再没有证据 你也不能说 就算了 是不是啊 那么呢 领头的首发 自然是算在了李杰的身上 他是主要的组织者 别管李治怎么样 至少是他给扛下了 就是这个事跟我老弟没关系 他就看任何的 全是我安排的 行不行 我扛这个队 你这样的话 李治就没事了 然后对于李杰的问题 最开始给他判定的是什么 是给他判了有期徒刑十年 按照流氓网判的 随后他老爹呢 就通过多方的努力啊 在省高院那块 给改判成了四年 接着吧 就是各种拖延战术 什么证据不足啊 之类的吧 与此同时呢 李杰他又拿到了某个医院的 给开出的证明 就是他患有肝炎疾病 OK 通过这个再来一个保卫就医 然后到了1997年 一切都结束了 那么死的那小子就是白死了 完后他们哥俩做什么呢 还是李治当老大 他继续模仿之前那个田公子 他的套路 开公司做掩护 他于1997年5月13号 成立了一个兰州 智华公贸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是200万 目前这公司已经掉小了 但是还是可以查到的 然后到这10月份 他结婚嘛 所以说整个97年 就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可能小岸子也有那么一点吧 就大事是一个没有的 进入98年 哥俩的事业那是飞速发展的 开始主要就是收保护费 开赌场的是他们后面做的 哎呀 收保护费这块 那学问可大了呢 所谓保护 你首先得是被欺负了 我才能来保护你 是不是 否则我过去直接一拍桌子 妈的给老子拿200块钱 你这不成了双强老流氓 抢劫吗 是吗 不能那么玩 那是什么 不讲理 你比如有一次 兰州当地开了一家 很不错的一个饭店 礼节听说之后呢 他就带着七八个人 呼拉下去过下来 进屋之后就点菜嘛 点了一大桌子好菜呀 等吃了个差不多的时候 手下有个小冰冻 他就掏出一只那个死仓 往那盘子里一放 然后大家全炸锅了 他妈的 扶我俩 过来 看看这怎么回事 那大警理过来 赶紧就那个调解 哎呀 这不好意思啊 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给您换一盘菜 换 你跟我扯犊子呢 老子都吃完了 吃完了 对呀 我已经吃完了 你再换 那怎么办 李洁在那块发话 很简单 这顿饭呢 免单 而且 再拿八百块钱赔上 警理呢 肯定不同意 是吧 我这个不行 你是找工商去啊 你还是找政府 反正随便 我不给钱 我就不给你能怎么的 是不是 那么按照规矩来讲啊 就是的 你这敢说这话的话 那就得开揍了 揍的轻 可这次不行 因为吧 这警理他是个女的 他又没跟你硬钢 我就在那装怂装熊 你一大堆男的 你不好意思揍一个女的 是不是 但是这也有办法 李洁呢 马上他就打电话啊 又喊过来三十个人 再来三桌 吃 你就放心 一会儿 每桌都能给你 吃出个苍蝇来 我闹不死你才怪的 他这么一干 饭店这边 赶紧就报警了嘛 那个附近派出所 一个所长 带着几个警察 就过来了 可是 金屋一看 李洁对他一摆手 哈喽啊 就这个 那随着 点头一笑 赶紧就把这个警理 拽到了那后 哎呦跟你这么说 这事算了 你知道他谁吗 省检察 省检察长的公子 我们派出所人没有太小 镇不住这种大神 你赔一点就扔了吧 商量了 那你说这警理一听 怎么办是吧 赶紧就是 吩咐那个后厨 重新做了四桌子好菜啊 又拿了八百块钱 恭恭敬敬的递上去 熬了 类似的这个套路 多了去了 我不用死苍蝇的话 我还有别的招 是吧 我就让你过来 你给我上菜吗 然后这边 我端着酒杯 往你身上 我就这么一碰 哗一下子的酒 是吧 撒我身上了 你看 是吧 这么多人看见 我这衣服 撒一下 我值得多少钱呢 这是你的责任 你上菜 你撞到我了 是不是 抬手啪叉 一大嘴袜子 然后上去先揍你 你就算是警察来了 我这是纠纷的 你说他把我好几千块钱衣服 给我挣脏了 我怎么了 我揍他 他也揍我了 俩人属于纠纷 他不是抢劫 明天呢 我再让别的小弟过来 我还是这套路 几天下来 你说你啥生意 能扛得住 是不是 饭店呢 歌厅呢 这是他们的那个首选目标 很快这就搞出名了吗 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收保护费 具体的说法是什么呢 说听说那会儿 新开了一家歌厅 然后就让一个小弟过去 小弟过去了 一进屋 你叫老板呢 我大歌礼节 听过没有 跟你谈点生意 晚上啊 你过来一趟 说完转时就走 晚上你要不去的话 那你家这歌厅就得干账 明天还得干 我找茬 在你家这干账 那不太有用意了 是不是 等去了这个指定地点之后 尹礼节在那会儿 直接就跟你说 你那个出点费用 然后我们给你照着 没事了 人家就是直接就跟你这么说 没得商量 赶紧通宽的 1998年上半年那天 李杰他派了几个人 去了城关区的水浮荣歌厅 水浮荣歌厅 还有那个好汪角歌厅 约这两家的经理 到那个金地园歌厅 谈所谓的生意 见面之后 李杰开口就是 要每个月给三千块钱的费用 就是保护费 水浮荣那个经理 他是没敢反对的 但是呢 好汪角的那个经理 他就提出了疑问 他就说 说这太多了吧 标准价都是一千五 话音刚落呀 就挨了一顿那个小打 最终敲定的价格是什么呢 这楼兄他的歌厅 每个月是给两千一百块钱 然后水浮荣给的是三千六百块钱 可能就是因为这两家那个歌厅实力不一样吧 反正嘛 就这么定了 那么烧着这个保护费之后 要是有别人过来闹事的话 不是他们 别的那个混的来闹事 或者是他们也来收保护费 那怎么办呢 有两种解决的方式 要么就是两边开口 武力决定一切 要么呢 谈判 不过这些事情我们下期再讲 第二集结束 六 三 二 一 开始 放手啊 我说了好 不然 没事 没事 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